彩石镶嵌是一种设计雕刻和抛光宝石的装饰艺术形式 在中国东部的浙江省温州市 彩石镶嵌的传承者们正在努力地保护传统 同时保留古老的十年土工艺 彩石镶嵌过去被称为宝石镶嵌 早前这些艺术品都是专为皇室制作的 其工艺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唐代 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首艺人将彩色的大理石或者绊宝石镶嵌到木材或石头底座上 通常具有不同的图案 这些石头为美丽的图像带来了自然的色彩和纹理 51岁的苗姨川是彩石镶嵌第四代传承人 已有15年的经验 她的重点是将这种传统艺术 转化为与现代生活相关的东西 美是符合他们的审美的 所以才有那么多网红来打卡 这个掌管就是概念 就是彩石镶嵌的概念 那所谓的概念就是未来 年轻人如果不喜欢这个未来 那等于说我们是白搭了 苗姨川的父亲苗成精是第三代传承人 这位80岁的老人也有超过60年的经验 时至今日 她仍然与儿子和年轻的手工艺人一起工作 这也促使了老师傅自身观念的转变 她认为市场需求工艺和原材料 使任何艺术形式能够传承千年的必备要素 从传统来说就是石斗和板线的地方 就是这个石料切在板面上 而且这个板的材料和板的表面就是非常考究的 那现在来说呢 苗姨川它是用这个香气切在水泥板上 我们很难理解现在人这些生理观念 我们看待这个水泥板 就是对水泥板的观念比较粗糙 我是不怎么赞成 这个搞起来反应也不错 也有市场 美德新闻编译报道 他会看到这个真的不错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TV X10 sekarang 准备的宝石 怎么能否看呢 看看这个材料